各位老师精神,今天浩量的鸭仔来试一下 最后是传统的皮水 因为天气冷了,我们就不上玻璃间了 先来看一下成品 找红色的效果 在挑选鸭子的时候 尽量表皮光滑,没有破损 这样烤制出来的鸭子才好看 先来检查一遍 里面的鸭油是否清理干净 那么接下来的最后就是 腌制了每一只的鸭子 加入65克的腌料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鸭盐了 做烧鹅的时候也可以通用的 如果你是对烧鸭,烧鹅,烧鹅 烧卤之类有兴趣的 我们可以一起探讨一下 或者有些朋友想往烧卤方面发展的 也可以联系辅来 腌料放进去了以后 再用手来涂抹一遍 这样使它入味的更均匀 这个是第一步 放完腌料了以后 让它浸然的腌制15分钟 这些就是鸭酱 放完腌料了以后 经过15分钟 再把这些鸭酱 同样是倒进鸭糖里面 还有花雕酒30克 也是倒进鸭糖里面 这个是起到一种增进香味的效果 鸭肉的味道够不够 而且均匀 在腌制的这个过程是很关键的 特别是在鸭脖子的地方 所以一定要把它提起来 让里面的味料往下流 这样才能均匀 在风口的时候 这夸度不能太大 否则里面的积水 就会很容易渗出 只要在操作的时候 大家用点心思就可以了 这些都是手上功夫和熟能生巧 在收针的时候 再把这个压针往里推 这样风口处就会变得更紧 接下来的这一步就是冲气 只要鸭皮完全的鼓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有些地方没有完全鼓起来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用手来轻轻的拍一拍 冲好气了 再用一根稻草 在压钵子的地方 将它绑紧 不给它透气 接下来的这一步就是烫皮 水开了以后 把压钵放到锅中 淋烫10秒左右 即可把它捞出 然后再用冷水冲洗 让它迅速的降温 如果是烫皮的时间过于长 或者熟过头了 就会影响到成菜式的效果 先把它勾起来 再上皮水 上完皮水了 直接是掉到烤炉里面 用70到80度之间的温度 烘烤它三个小时 让整个压子的表皮变得干爽 现在拿出来 再用油刷一遍 接下来就是放到炉里面正式开烤了 刷油的目的是给它起到一种抗热的效果 压皮就不易发黑 刚才在调皮水的时候 由于时间太赶 没有通过视频和大家分享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直接问我 先把炉籽烧肉 再把压籽放到里面 全程烤鸡的时间为45分钟 前期的温度我们控制在220度左右 经过了30分钟的烤鸡 压皮完全的上色了 但还没有熟透 这个时候再把它转去侧面 烤15分钟 里面的温度可以把它升高去240度 让鸭皮变得更香脆 时间大把它勾出来 现在可以看到整个鸭子的身体是很饱满的 鸭皮脆不脆一看就知道了 整个鸭子从头到尾 几乎是拉成一条直线了